好,各位大家好,就去到2012年的E2的A题了 当中里面的要点是什么呢? 其实整条题目的情景就是什么呢? 就是问这个迁移农业的 什么叫迁移农业呢? 当中题目给了资料大家的 第一样东西,其实那个地方里面 伏去了一些树木 然后就会种植一些农作物 所以叫做农业 当中伏去了树木的话 就会消毁了它,然后形成灰 就作为肥料的 当中其实下面的场景就是分开了三个阶段 A、B、C 分别A、B、C的阶段里面是发生了什么呢? A的阶段里面就是不断在那地方里面 种植农作物的 不断种植农作物之后 种了几转之后,接着空置了地方 空置了那地方之后 接着就会有植坯重燃 当中里面其实它就量了些什么呢? 它就量了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究竟每年的土地里面 经流的流量是多少? 那什么叫经流呢? 题目都给了一个定义大家的 就是泥土流失的水分 OK? 泥土流失的水分 即是有多少水分呢? 其实是流失了的 那你会见到 其实在A这个阶段里面 其实泥土流走的水分是多的 反而去到这个植坯重燃的时候 其实那个经流 其实泥土流走的水分是不多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那我们先跟着这条题目 那首先第一条题目就问你 叫你去描述 由B这个阶段 去到C这个阶段里面 其实当中里面 由空置的土地 去到这个植坯重燃的话 叫你去简略去描述这个过程 那其实呢 怎样去描述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定要熟悉的 生态学里面的理解 那生态学就很明显 这个就是这个掩堤 掩堤就会发生 那如果发生了 其实那个地方 空置的土地里面 其实都已经有足够的非十分因素的 但是呢 可能呢 之前在A的阶段里面 其实呢 被那些农作物呢 吸了很多的营养素 所以呢 只能够让少量营养的植物 能够快速的生长 那他们呢 就很快地占据了那地方 好了 但是他们虽然是快速的生长 但是他们都会死亡 和腐败了之后呢 就会增加那地方的肥力 那肥力就是那地方的营养 那就开始慢慢 随着时间的话呢 就能够让那些灌木 或者树木去生长 那去到最后 这些灌木和树木呢 最后形成了这个优势种之后呢 就开始呢 植坯就会慢慢地重燃了 那下去整个过程 主要是想问回 那个演练的过程 那其实呢 如果你看回 考生的表现呢 其实呢 都微如理想的 那个原因就是 因为整个步骤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呢 那个的哪个步骤是最重要的呢 第二个步骤 其实挺难写到的 你要知道那一个地方里面 其实呢 是开始慢慢 只可以给那些小量营养的植物呢 快速生长 但是需要很多营养的植物是不行的 所以是要慢慢地去累积那个肥力的话呢 才可以进驻到 或者能够让到那些 需要较大量营养的植物呢 生长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第一题的要点了 那去到第二题的要点 叫你比较回A和C呢 其实为什么那个 每年土地的经流是有差异的 很明显呢 A是会多很多的 这个农作物 但是植坯的重现C那里呢 是相对来说少的 那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呢 原因就是这些农业的活动呢 你就要留意了 不断嘛 那其实不断有什么问题呢 那农业的活动里面 是不断翻松那个泥土的 那不断翻松那个泥土的话呢 其实是会破坏那个土质的 那破坏那个土质之余呢 量那个的泥土的空隙呢 就会增加 那如果泥土的空隙增加得那么厉害的话呢 那其实就会产生这个淋浴 那产生这个淋浴的话呢 那经流量就会大了 那第二件事呢 其实呢 你是不断地去除那个农作物的 所以呢 其实去到后期呢 呢 减少了有机的物质呢 回归那个泥土 那减少了有机物质 回归那个泥土的话 那去到最后呢 其实就缺乏了一种物质 叫负值值呢 那其实那个负值值呢 其实是帮助你去保持那个泥土的水分的 OK 所以呢 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两个的活动呢 导致到那个经流量在A里面呢 是比C大 所以呢 其实回答这些题目的时候呢 一见到差异的时候呢 有理没理 见到什么结果 写下去 那个框架 跟着就作出解释 这个就是第二题的要点了 那去到第三题了 就问你 喂 在A这个阶段里面呢 其实很多营养素呢 会耗尽了的 就会最后呢 观察到那些农作物呢 那些叶黄色的 那就问你 缺乏什么营养素呢 那很明显就缺乏这个尾离子 那尾离子的话 其实是制造叶黄素的 那其实呢 去到之后的考试里面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 咦 sir 问过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之重要 尾这个离子 是制造这个叶黄素 所以呢 这里呢 就非常之重要了 真的非常之重要了 而去到最后的就是什么呢 除了营养耗尽了 因为你不断地种植这个农作物之余呢 第二件事 其实去到衍生的问题就是 那个的营养素是会流失的 那问回你了 流失的途径是什么呢 那首先第一件事 那个尾的抗物质呢 是离子来的 离子是溶于水的 那如果离子是溶于水的话 就会经过这个经流 或者淋浴呢 而流失的 那这个是第一点了 大部分同学都会答到这个淋浴的 但一个问题是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其实你就缺乏了这个抗物质 抗物质是帮助你保持那个水分的 OK 那当然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其实呢 依附了在泥土里面 就是你有负质在那里面 那其实泥土表面里面 都会有一些的营养素 那些的抗物质 也都会经过可能有雨水的出现 经过这个经流的话呢 就会被冲走 OK 所以呢 其实主要有两点 一 抗物质 原本就是溶于水的 经淋浴 带走了 第二件事 其实你落一场大雨的话 其实那些泥土的粒子 都会被冲走 而同时就是冲走那些的营养素 所以呢 其实呢 忠观而言呢 在2012年的 作为真是第一年DAC考试里面呢 其实呢 这些的题目呢 真的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而那个参考就是什么呢 有哪些地方呢 如果大家是遗留了的话呢 大家就好好地溫上了 那当中里面那些的要点呢 例如 其实很多时候呢 那些同学呢 读漏了那个的矿物质的 也都呢 会拓漏了那个的土壤 那个的表面里面呢 其实就会有一些营养素 也都去到后期 刚才都说了 那些的演题里面 答题的技巧 OK 那希望呢 以百分钟里面呢 可以帮到大家的理解呢 在应用生态学里面 读那时候的要点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